蘇格蘭最近發生一起跟跨性別有關的爭議事件 有一名因為性侵害兩名婦女而遭到判刑的嫌犯 在犯案的時候是男人 卻在受審期間改變她的性別認同 但是並沒有接受變性手術 而當局一開始接受她的說法 打算把她送進女子監獄 結果被輿論罵翻 最後蘇格蘭政府被迫大轉彎 一走出門就引起媒體瘋狂拍攝 這名穿著粉紅色外套的跨性別女性布萊森 最近成為媒體焦點 原因是她犯下兩起性侵罪 卻被送到全女子監獄關押 引起社會強烈反彈 反對者不滿是因為31歲的布萊森犯案時 還是男性 受審期間才改變性別認同 但還沒完成變性手術 將她關押在女子監獄 等於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 而且類似狀況也發生在另一名跨性別性侵犯 史考特身上 她曾性侵十歲女童 現在也要求轉移到女子監獄服刑 在輿論壓力下 蘇格蘭政府宣布將順意名義 布萊森隨後被移轉到男子監獄 司法部也在二十九號發表聲明 未來只要性侵以及對婦女暴力犯罪的跨性別女性不會再送到女子監獄 這起案件再度引發英國社會對跨性別者的關注 根據統計 蘇格蘭跨性別犯罪者不到二十人 沒有特別高 但監獄並沒有收容跨性別性侵犯的經驗 而在蘇格蘭更改收容規則後 英國政府也打算改革收容跨性別囚犯的方式 如果犯罪者有男性生殖器 或是跨性別女囚犯下性侵罪 除了少數例外狀況都不會關押到女子監獄 共識新聞 帥林編譯